正值水蜜桃采收季节 日前高雄纳马夏居民 因为交通部公路总局无意紧封路 让居民栽种的水蜜桃无法运出销售 生计可能受到影响 加上施工路段的人员 因为安全的考量坚持不放行 引发居民拉白布条抗议 由于88丰灾之后 公路总局在甲仙无礼浦道 纳马夏南沙鲁路段 重建12座钢便桥 原本预计4月底可以完工通车 但公路总局跳票 目前还有三座尚未完成 居民抱怨通车时间 一再延后 影响居民通行权益 针对封路 交通部长回应 封路是根据雨量 以及上下游挤水的情况来判别 认为以用路人安全为重要 当地居民一致认为说 这个应该为了方便他们 运送这些水果 要不然一封路 他们要绕 部长知道吗 要绕好几个小时 实际了解状况之后 是不是能够 给他们做一个方便 这个东西 我们来了解 尤其是喜盛的 那么新兵的 包括这些 目前水果正在生产的 这个时期 不给它这样的处理的话 我想他们 当然会有这样的民怨 如果是因为抗疫而开放 不抗疫就不开放 那个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封路的原则就是为了安全 它的封路都是根据这个雨量 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这个积水的情况 而做这个判断 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千多天 实施之后已经有一千多天是零事故 所以我想公路总局是有一套SOP的作业 而目前台铁在全台各地的废弃车站和废弃的员工宿舍 大约有一百多处闲置 有些已经超过十年闲置 立委简都明觉得可惜 认为台电应该有活化再利用的计划 另外加上花东铁路电器完成之后 闲置铁道也会出现 民进党立委刘兆豪则认为 释出的铁道交通部也应该尽速 研拟活化的方案 来促进地方逛逛的建设 这个宿舍荒废在那个地方 杂草重生 这一片都是宿舍 但是不晓得花了多少钱来盖 都是全新的 但是始终没有进驻过 变成这样的这种情形 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南回电气化 工程要实施了 那有一些公务人员要有一些 办公还有进驻的场所 工务人员那不是永久性在那边进驻吗 对没有错 所以刚刚那个委员讲是说 如果当地有社区愿意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活化它 我们是会非常这个用一个开放的态度 乐观乐乐见其成 比如花通铁路电气化之后 有些结婉起子等等地方 那铁轨 闲置的铁轨或者是隧道 当地的民 我们当地的居民对它能够被活化 当成一个观光的资源 有很高的期待 这个当然就是要部长 你要成立跨部会 部里面的跨局跨处的之间的彼此协调分工 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来 也不能讲协助铁路局 是帮忙国家把这件事情完成 光靠铁路局是不行的 那观光局跟铁路局事实上 过去的互动也非常的紧密 所以像是刚刚您提到 华东的铁路结完曲子之后 那些旧的铁轨的运用 我们都跟这个观光局 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 也做充分的沟通 做一些调整这样 台铁则说废弃车站 和废弃的员工宿舍 原本规划要对外交商经营 但目前尚未遭到业主 目前只能先整理 运用给南回铁路电气化的 技术员工居住使用 但长远的计划 还是和当地邻近的社区 以及观光局来合作 活化闲置空间的工作 表示会先把南回铁路电气化的路段 活化计划在一个月内提出 记者单位巴扎克 立法院采访报道